直播 香港新闻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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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荷蘭日月的頻道 現在報告 2 月 3 日的萬間新聞 首先是中國東國奧運會的消息 拜登观看东季奥运会的开幕式 还有十几个小时 中国东季奥运会的开幕式就举行 白宫的新闻被说普萨基当地时间2月2日表示 尽管美国外交抵制奥运会 但拜登总统仍然观看四天开幕的 2022年北京东季奥运会 据美联社的消息 在被问拜登会不会通过电视观看的时候 普萨基说当然绝对的 我们全都会观看我们期待他开幕 普萨基甚至表示不排除自己会穿着 带有奥运会标志的衣服出现在白宫 并呼吁大家都要这样做 拜登在去年12月宣布外交抵制冬季奥运会时 带动了国际间一轮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热潮 但是美国共和党成员以及多个人权组织一直批评 外交抵制的力度不够 现在白宫高调宣布会观看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举动 无疑进一步削弱了外交抵制的领导 巴克证实会会误彭帅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星期四表示 如果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要求对他和一名中国前领导人 强迫发生性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 国际奥委会会支持他这样做 巴克星期四表示 如果彭帅想要对指控进行调查 我们当然会支持他 但是这个必须是他自己的决定 这个是他的生活 是他本人的指控 巴克在2022年东棍奥运会开幕式前夕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已经有了指控的讯息 但是我们听到了撤销这些指控的消息 这位国际奥委会主席还确认 巴克将会会见彭帅 但是并没有说明具体的日期 彭帅相信已经进入冬奥会的封闭场所 所有议会者将会受到闭闻的限制 巴克还说 这个不仅仅是尊重的表现 也是一种需要 需要尊重彭帅 听彭帅自己讲话 了解他怎样体待这种局面 他想怎样生活 这就是我们正试图一步步地找出真相 他坚持说 当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们将更好地了解彭帅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巴克日前已经通过视频 与彭帅交谈 据巴克说 这些视频不能够取代面对面的会面 从彭帅告诉我们的情况来看 我们知道他住在北京 彭帅说他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并且和他的家人和朋友共度时光 11月初 彭帅指控一名中国前领导人张高丽 在持续数年的关系中 强迫和他发生性关系 随后这名全世界头号双打选手 从社交网站上消失 引起了网球和体育界的关注 印度不派出外交官参加奥运的开幕和闭幕式 为什么呢 就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前夕 北京冬奥会2号在胜火传递仪式中 排除了曾经参加中印边界冲突的军官 解放军团长齐法宝传递胜火 引起印度方面的不满 印度外交部三号批评说 中国将奥运活动政治化令人违陷 印度因此决定不派外交官员出席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 而洪秀始获得邀请出席冬季开幕式 何其永恒 台湾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3号在个人的Facebook上宣布 他受邀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 已经抵达了北京 中国大陆国台办译证实了这个消息 洪秀柱今天早上发文说 他已经抵达北京 并配合防疫措施进入冬季奥运会闭环管理系统 明天是2月4日也是立春 北京冬季奥运会将在明天开幕 这个也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 另一项中国人在国际体栏上的盛事 他还说 何其荣幸能参与两次中国人主席的运动盛会 见证同享民族的荣光 奥运的精神是团结和平友谊 期待奥运胜复的光辉也能够照耀海峡 让两岸逐渐消融现在的分歧和冷漠 但是台湾选手新穿着大陆的运动衣训练 被台湾网友批评 台湾触女选手黄玉婷因为在训练时 新穿着中国大陆队服拍片引起热义 尽管他已经移除了影片 并强调运动还运动 但是被台湾网盟炮轰 台湾体育署 黄玉婷已经向团本部致歉 因此不会取消他的参赛资格 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于明天开幕 台湾触惑选手黄玉婷 2月7日将在累战速度滑兵 1500米项目率先出赛 但是在北京冬季奥开幕前 黄玉婷因为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贴出新穿着中国大陆队服的训练影片 引起了网上的热义 台湾教育部体育署副署长林哲宏 2月3日接受访问时说 黄玉婷和这名中国大陆选手 是在德国训练时认识的好朋友 通常选手训练结束离开时 都会互相交换礼物 所以黄玉婷这次去北京训练 就穿着这件队服 但是因此造成很大的困扰 他也和我们道歉 说影片已经下架了 据黄玉婷说 我们几年前一起在德国训练 后来他回中国我去了美国 今年很不容易又相见 这件衣服是他送给我的礼物就是这样 有台湾网友质疑黄玉婷的论点 要他拿中华队的队服 给中国的朋友穿下看看 他回复表示 可惜我只有一件 没有办法给他们 给了我就没有比赛服了 有网友说 你送给他我买件新的给你 又看比利时冬奥选手的消息 被隔离的比利时冬奥选手向国际奥运会求助 比利时女子选手梅尔曼斯 近日飞抵中国北京准备参加冬季奥运会的赛事 不过他因为被检出病毒感染症阳性 被要求隔离三天 无想到在隔离期满并且连续三次检测症阴性之后 梅尔曼斯又被要求隔离七天 这个令他精神崩溃 在社交媒体上痛哭求救 国际奥委会得知这件事之后已经着手解入 据Erosport报道 现年25岁的梅尔曼斯透露 他在抵达中国之前一共做过12次检测 而且全部都是阴性 谁知在北京检出阳性 原本以为三天的隔离期 过去之后能够恢复训练 无想到又被送到选手村外面 一处防疫的旅馆 梅尔曼斯二号在社交媒体上痛哭流泪 他说自己接下来要剪七天的隔离 全程都不能跟其他人接触 每天要做两次检测 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被允许返回选手村 现在的情况对我来说非常困难 梅尔曼斯痛哭的影片 马上引起极大的关注 国际奥委会在介入了解情况之后 指出以梅尔曼斯的情况来看 是可以住入选手村 并且参加训练和比赛 但必须单独居住 单独移动 单独吃饭 只是当时选手村刚刚没房间 才会被梅尔曼斯暂时住在外面的防疫旅馆 国际奥委会表示 经过与比利时奥委会联系之后 已经在北京冬季奥委会选手村 准备单人房 被梅尔曼斯入住 梅尔曼斯也在二号深夜更新状况报平安 他透露 自己已经从隔离设施转移到选手村 他说 我感到现在很安全 我可以在这里训练得更好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这里是荷兰热语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并且推荐给你们的亲戚朋友 看看其他的消息 针对美国撤销中国联统214牌照 中国工业和信息发布 2月3日发表声明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联帮通讯委员会 在当地时间1月27日 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决定撤销中国联统美洲公司的214牌照 214牌照 是指根据美国通讯法第214条规定 除了美国联统通讯委员会 办法的国际电讯业务授权 在美国和外国之间 提供国际公共运营商通讯服务 同时基于一览子授权 在美国提供国内跨州公共运营商的通讯服务 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中国公信部在声明中指出 中国联统美洲公司 已经在美国运营了20年 一直遵守美国法律法规及监管的要求 按照商业法的原则 为众多美国境内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在武裂出具体违规事实的情况下 撤销其214牌照 是进一步犯化国家安全 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的毛利打压 严重破坏了美国的营商环境 损害了中国企业 和包括美国用户在内的全球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法国国民议会打算表决涉华的议案 法国国民议会在几天前通过有关 谴责中国对新疆维尔人进行的种族灭绝之后 2月4日将对一项有关贩卖人体器官议案的投票 再次涉及中国 而这一天正是北京东郡奥运会的开幕式举行的日子 即将在星期五上午讨论投票的法案 由议会中一个小党派喜草 喜草仍是国民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 弗雷德里克·杜玛 一直以来 他始终在人权领域强烈批评中国 法案志在保证我们的非欧洲伙伴 对器官捐赠的道德尊重 内容包括要求法国卫生和医学研究机构 检查其非欧洲国家的合作伙伴 是否尊重法国的伦理规则 如果又不符合 相关的合作将得不到授权 法国对器官移植 特别规定了免费和匿名的捐赠原则 法新社报导说 尽管这个法案内容针对的是所有欧洲以外国家的非法行为 但是北京几乎是唯一的目标 不过法国媒体报导说 星期五的投票很可能不会被通过 全球伊玛木理事会否认接受过《环球时报》的采访 就中国《环球时报》日前发表 全球伊玛木理事会被世卫会欺骗的报道 这个理事会发出公告 就以下三点作出澄清 首先 全球伊玛木理事会并没有受骗 虽然 全球伊玛木理事会确实与世界维承大会签有合作的协议 但呼吁抵抵北京奥运是理事会本身的主张 其次 公告否认有中共领袖反对签署抵抵北京奥运声明的说法 披露北京政府通过其驻外市折向名单上的两名伊玛木斯压 公告补充说 理事会时候再到就此发表声明强调支持体育运动 但反对操纵体育而达到政治目的 最后 公告明确指出 理事会主席穆罕默德巴基尔布达里 并没有就这件事接受过任何记者的采访 理事会的汇管也因为疫情一直关闭之而忠秦 因此 《环球时报》的记者不可能在理事会总部采访主席布达里 《环球时报》1月4日曾经发表报导 说这个会在世界穆斯林中并没有影响力 很可能是野鸡组织 全球华人正在宽度苦年春节 但澳大利亚色尼当地唐人间的装饰引发不少争议 据香港《南华早报》2月2日报导 适离事会在当地唐人间的春节装饰 广泛使用白色和蓝色的灯笼 还用白蓝布包裹树木被批文化失礼 一些华人表示不解和不满 不愿意前去以死亡为主题的唐人界 但这组作品的创作者称 这是一种包容新聚事的尝试 南华早报报导说 在中国文化中白色灯笼和白布象征着死亡 蓝色和白色灯笼亦用于壮礼 据《南华早报》报导 当被问及是否就颜色的象征意义 咨询了当地社区时 适离事会发言人表示 他们已经和很多团体的代表进行交谈 这组作品的创作者是奥大利亚华人艺术家苏山陈 适离事会说 这是经过严格的选拔流程之后决定的 事会发言人说 苏山陈与这个地区有很新的联系 他的家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 作为移民第一次来到唐人街 在唐人街开了一间餐馆 他在设计艺术品时 借鉴自己在色力长大的经历 苏山陈表示 他选择这些颜色是因为 他们与他作品中的中国传统图字器皿相同 才代表水虎年 《南华早报》还说 亦有一些参加适离唐人街活动的人 似乎不太关心颜色 他们在面书上留言说 喜欢这些艺术装饰 不过 中国环球网的记者2号 询问了色力的华人 不少人表示 这样的装饰不符合中国春节的习俗 主要是文化差异 而中国人在春节期间 希望看到更多的红色 这代表吉祥来丰修 但是澳大利亚的文化就认为 红色是代表血腥 出现了这样的事 港名设计者对中国文化机不了解 也没有用心去学习 在有50万华人居住的色彩发生这样的事 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最后看看香港疫情 香港疫情恶化暂停非必要的公共服务 香港单日新增冠病个案有所增加 3日新增142例阳性个案 比昨天116例高 由于当地疫情有恶化的趋势 港府也宣布暂停非必要公共服务 措施暂停到2月11日 另一方面 港府今天也在官网上公布 除了暂停非必要公共服务之外 特别上班的安排将从明天起扩大 除了提供紧急和必要公共服务 和参与防疫抗疫有关的人员之外 其他政府固然尽量留在家中工作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